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阿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虚无传 第二十集 一来就遇到了这些像狗一样趴在地上的怪 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不能打这些怪了 经过小伙伴的指点 那些头上带了像刀剑一样的标具的怪 不能打 因为狩猎等级不够 而且这种头上有个红叉 中间还有一把剑的就说明是无法用近战攻击对它造成伤害 但我现在也没有弓箭 所以只能跑路了 那一次是我们只能被他们追着打 哎呀 没办法吧 多跑吧 看看能不能甩开他们 哦 有了 和村民一起躲进房子里 各位小伙伴们借过一下啊 借你们房子必不封他 小爷快进来 来了来了 OK 这样他们就打不到我们了 现在来看看能和这些村民们交易些什么 绿宝石换玻璃 没什么用 这个也要绿宝石 哦 对了 我有铜币 能不能用铜币和他们换东西呢 来来小伙伴 做交易了哈 以前换物了啊 有没有想要的 把你们的东西都拿出来让我来瞧瞧 有没有我想要的 不要 不要 满身铜车尾的东西我才不稀罕 只有绿宝石才是最纯净的 我们不要这个 把这些丢给流浪烧上去 我去 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不要钱的 就不要 快滚 不要就算了嘛 还骂人 没见过像你们这么不要脸的村民 走了走了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这里还有不少的沙尸 不过那些沙尸肉啊 我都还没有尝过 不知道味道如何 诶 这边也有 干脆就多载几头 留在这里啊 没准还会危及这些村民的生命 纳尼 这沙尸还会瞬移 不是 我知道猫和动物确实很灵活 但是你这瞬移就过分了吧 诶 又移到那边去了 你这是和墨影人学的吧你 哼 最后还不是得变成肉进我的背包里面 哼 又来个沙漠傀了诶 打 打 打 家伙你看 这颗绿色的是什么东西啊 好凶 完了完了 又没血了 我去 这 我 什么鬼啊这是 突然从地上穿出一个叫做灌木鹰的东西 一下子就把我和小黑都打死了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吧 不行 我不服 我去找那个家伙报仇 这也太憋屈了吧 都没有看见那个家伙长什么样就直接叽叽了 啊 对啊 就感觉从地上来了一团草 然后我们俩就被double kill了 我也不服啊 唉 唉 给我出来 叫灌木鹰是吧 给我出来 有本事给我单翘 刚刚是有其他怪包你 你以为没了那些帮手你还能打得过我吗 出来 哼 跑了吗 意思还学会了打游击战了 可以啊 还懂得战术了 这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唉 这些沙尸还在这儿 算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和那些怪物鹰计较了 还是多砍几只沙尸 多损点食物吧 一定要关注长高 没关注